到了这个后来的这个晋朝的时候也是一样啊 因为这个这个晋武帝司马延 这个一直狂妄自大啊 整天交车淫逸呢 对不对 统一三国之后 天天就是吃喝玩乐啊 歌舞升平 天天那也不管那些事 对不对 意识不到这个灾难 等到他死了之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晋朝啊 也基本上就完了 还没等休呢 晋朝就完了啊 完了之后呢 就是到这个五湖十六国的这个时代了嘛 那帮人呢更是一样啊 对不对 那更是照顾宝夕 对不对 要不然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就有那么多国嘛 对不对 本来就是说今天可能活着 明天没准就死了 对不对 可就是这个生命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嘛 他哪有心的还修这个长城啊 外加上修长城本来就是为了抵御这帮哥们啊 他们都进来了 他们修什么长城啊 对不对 因为那时候五十六国 基本上很多这个少数民族 修长城就是为了抵御他们啊 他们已经进来了 所以说就不会修了 对不对 到最后这个隋文帝这个杨坚啊 最后建立了这个隋朝 还算是再次统一啊 但是杨坚那哥们儿也没当几天皇上 就让他儿子杨广干上了 对不对 他儿子杨广就开始上了 可是杨广这哥们儿啊 对修这个什么长城这些东西 一点兴趣没有啊 压根没兴趣啊 心想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修什么长城呢 对不对 太奥他了 对不对 于是他不修长城 开始修什么呢 修大运河啊 于是就开凿了这个金航大运河啊 金航大运河这个 这个值得说一说啊 这个是中国唯一一条 就是说南北走向的运河啊 比苏伊士运河长十倍 比巴拿马运河长二十倍啊 是人工开凿的运河啊 可以说是我古代 非常伟大的一项这个水利工程吧 可以说是这样啊 也确实说是造福了很多这个老百姓啊 立国立民啊 后来到这个唐朝的时候呢 也是这个中国之所以能那么强盛 也是跟当时就是说 杨广遭了这条 这条河有很大关系 其实所以说由此可见啊 杨广这哥们当时不喜欢挖土 喜欢玩水啊 这是玩对了啊 但最后不幸的就是啊 他修完河之后 没活几天啊 就被人给杀了 然后隋朝就完了啊 然后就到了这个中国最鼎盛的 这个朝代唐朝 所以说他之前修这个大运河 等于是被这个唐太宗李世民 捡了个漏啊 所以说这个就是造就了 后来这个大唐城市啊 也是有一些原因的啊 但是呢 到了唐朝 唐朝也没修长城啊 唐朝没修长城 这个原因是因为呢 当时这个唐朝已经鼎盛 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了 就是说非常非常鼎盛 在全世界范围来看 当时唐朝已经是最鼎盛的一国家 就是这样 所有的国家 他凡是你听过的 或者说你没听过的 全过来朝拜这个唐朝啊 已经到那个地步了 就特别牛啊 像什么那些小日本啊 那些都得漂洋过海的过来 冒着掉海里为王八 这个风险啊 过来来跟咱们皇上献个殷勤 然后学点咱们这个文化 回去利用利用就这样啊 拿咱们的人当他们英雄 得这样啊 所以说当时这个唐朝啊 就是唐朝根本就不担心 说其他国家这个侵略这事 他根本就不担心 压根他没打算修理长城啊 就是我这么牛于国家 对不对 所有人都臣服于我 我还修什么长城呢 对不对 我没那必要 对不对 而且当时这唐朝的姿态 非常非常高 就是那个天朝上国的姿态 对吧 也不限于修那些东西 对不对 抵挡外族啊什么的 意思就是说 你来我也不怕你 我武力也能解决你 对不对 我而且反而我修长城 反而好像是我心虚一样 对吧 所以说唐朝就没有修过长城啊 直到后来这个明朝 才开始修这个长城啊 是 有些朋友可能还要问啊 说元朝呢 元朝咱没修呢 你别问了啊 元朝那是蒙古人啊 人家本来就是骑马来回跑的 对不对 他们要是修长城 不是把自己给独立了吗 对不对 他们能修吗 对不对 再说人家本来也没打算 在你这这个地儿常呆 对不对 所以说隔了那么多朝代啊 最后还得明朝来修啊 因为在这个明朝 就是说刚刚建国的时候啊 那时候这个朱元璋 他当时只是把这个元军 就是说打到了这个赛北之外啊 并没有全部剿灭啊 然后这个元军当时还有一些 这个实力了 当时还是有 然后他们那个 就为了吃饭或者说干嘛 经常去这个边境啊 这地儿就是烧杀烈响啊 怎么怎么地 然后这明朝 他开始对这个长城 就是说断断续续的修啊 一直断断续续的这样修 就是防止那些蒙古人抢劫啊 什么的 但也没什么用啊 直到后来 也就是这个公元1449年 这时蒙古人出兵 进攻明朝啊 蒙古人这个胆肥了啊 开始向这个大明进攻啊 然后明星宗呢 朱祁镇就是率领了 好几十万大军 就是北出军官 准备御驾亲征啊 但是没想到 最后落了个惨败 而且还被俘了啊 让你御驾亲征 你去吧这回 直接跟你爹那话了 再也回不来了啊 然后这事呢 对明朝当时来说 就是不得了了吧 对吧 因为这皇上被俘了 那还得了 这一国之军呢 那怎么办呢 于是和计和计 怎么办呢 又立个皇上吧 于是又立一个啊 当即立乱 马上又立一个皇上啊 这是明朝当时的办法啊 其实现在来看 也很合理啊 应该是这样对吧 这国不能一日无君嘛 对吧 但是你倒是把明星宗 给救回来啊 对不对 你不能就是说 你这块立一心皇上 那一块那皇上 你不管了 对吧 他们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想救的 但是就是牛肉捏捏的 太纠结 太磨叽了啊 所以没救回来 后来这个时间长了 这个新皇就不想救了 因为他坐皇位 坐了时间久了 他不想把这皇位让出去了 把他救回来 我皇位还得给他 对吧 所以说不想救了 于是这个明星宗 在很多年之后 才回到明朝 才回去去啊 是人家人家觉得可怜 给他放回去了啊 这哥们特别悲惨啊 这样的音乐 透过 将 长